大家好,我是城邦国际名表总编辑刘碧祥 今天名表聊什么 我们邀请到了城邦国际名表的主编黄兆庆 大家好,我是兆庆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那些长得不太像手表的手表 欢迎在下面留言 同时订阅我们的城邦国际名表频道 同时帮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赵姓,其实在手表发展百年以来 除了我们知道高耸入云的那种钟塔以外 后来发展到怀表跟手表的历史之中 其实就我们所知大部分不是圆形 就是方形的 不过现在好像还多了一些 我们看起来它完全长得不像手表的手表 应该是因为独立制表品牌吧 他们有了更多的想象 所以因为尤其它们的量势 所以它们会做出一种更有它们想要传达的意念的设计 那通常也会跳脱圆形 有时候当然有时候会迁就到机型结构 对 不过我知道就是说要做出不是像手表的手表 反而还更难对不对 对,因为壳形的设计会影响到机型 所以我们看到通常传统机型是圆形的嘛 原的壳方的壳都可以做都可以装 可是当如果它的壳形怪到一个奇怪的程度 甚至它想表现的功能方式 奇怪到一个程度 它就不是单纯壳的问题 它还牵涉到机型的结构 所以自然的它就会真的非常难做 通常这样的量都不多啦 像这种长得不太像手表的手表 美感呢一定要非常的开放 然后同时间呢当然你的口袋一定要够深 然后我们这次呢就是介绍了两只最能够表现 长得不像是手表的两个独立制表师的品牌 然后一个就是MBMF的这支 HM7 赵青那你来说说这一支 其实它长得真的非常的奇怪 不过你来讲讲它的设计特点是什么好了 嗯我们要先知道MBMF的 它有分HM&LM的两个系列 那HM系列很特别的是 它每一款表都会有一个故事 它都是先由那个故事去发想它的造型设计 再去量身定做它的机型 那这是它里面 这是它HM系列目前唯一的一款原表 那它的特点是就是它的昵称叫做水母 故事非常有趣啦 它就是以它当时跟它老婆去海边度假 然后老婆被水母遮到之后 它就来了灵感就做了这一支表 但这个故事它是讲过一两次 哦那它的设计就是 建造在它太太的痛苦上面 对所以它是讲过一两次就没有再讲过了 我猜可能是老婆生气了 哦也有可能 对因为毕竟一直讲嘛 所有的设计从壳身到它的表带设计 都是跟都是仿水母的设计 从它的透明的壳半圆形的透明的壳 然后到它的外圈的脖巾 加上蓝宝石水晶的那个 那算是我们算是旋转表圈啦 它是有个表圈在外面 它在表圈外围像土星环的设计 那它是说那像是水母的那种裙带 那如果在翻到背面的时候 这款也很特别是它的自动盘 它的自动盘用的是有一个尺牙型的原型自动盘 那过去MBF他们的自动盘都会 比较常用的是战斧型嘛 因为就是回归它 就是象征它小时候喜欢的金刚战士的武器 那这也是用的是就是那种尺牙状的 他说这也是因为表达就是表现就是水母的那个触手 它就是非常的特别啦 那除了它的外形 当然我们第一眼就知道它长得真的非常的独特以外 其实它的功能好像也蛮厉害的 对 这是他们旗下目前唯一第一款真正的中置陀飞轮 像他们之前有做过陀飞轮啦 可是因为那个结构的关系 你很难说他们算是中置 虽然说那陀飞轮在中间 可是这一款又真正的是中置 而且它回音的就是模拟水母的样子嘛 所以它整个设计是一层一层的 我们从最下层就看到自动盘 然后时间分 时针分针 然后到最后面它有一个凸起的飞行驼飞轮 就立在最上面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战斧 他们那种战斧的标志 就是驼飞轮的框架上这样 那整个设计是非常的有趣跟强烟 不过它怎么看时间呢 时间就很 它上面有指示啊 你们看到它上面会有一个圆 它有一个三角形的点在那边 它告诉你 然后它因为它是用环形的 它一环一环的 所以它是 它在走的时候 那个直针环跟分针环 它会一起走 然后你就按照那个 它有一个标识 你就照着那标识看下去啊 它看起来很麻烦 可是其实你在阅读的时候 是非常的直觉 因为它的数字就排在那边 清清楚楚的 阿罗伯数字这样 可是对我个人来说 我会觉得在调整时间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它是环绕着 那个表壳周围在转动 对它就是一直在团团转这样子 那我觉得它有趣的是 而且这支表非常的大 如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它大概50几 它直径 50几mm这样子 但因为它的整个设计 它主要就是大在外面那个环 可是其实因为它采用的是 火动表耳 然后它有更大的调整弧度 配戴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还算贴手 我们都知道MBF的设计 向来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不过这样的设计 当然第一眼就很难让人离开它的视觉设计 同时间呢 这一支也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像手表 但其实它长得一点都不像手表 那第二支的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UVAC UR112这支手表 那这支手表同样的 也符合我们的标准 它也是长得不像手表的一支手表 不过首先来讲讲UVAC 这个牌子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牌子我会说 我之前给他们这个定义 他们就是万表界的科幻电影 因为他们所有的设计都有一点科幻感 然后他们的设计是其实很像一个Rocker 这样子 然后他应该 我猜他应该也喜欢看科幻电影 所以他所有的表款都觉得好像在 会出现在某一部科幻片的太空船 或者是怎么样 两位创办人跟MBMF 其实他们都很喜欢科幻电影 所以他们的手表的造型设计 也变得比较特别这样子 那这支UVAC UR112 那它的外形设计到底是什么样的由来 UVAC UR112它的设计 它的外形可声设计是就是说 像星际大战的某一个运输机 但其实如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The Watchman 里面那个猫头鹰匣的飞机 它的飞机就是长这个样子 它就是也是一个扁平的设计 然后两个大的镜面在前面 那这支表非常有趣的是 它就是算是他们用 他们的卫星转轴机制的变体 我们从 直接从视觉上看 我们从时间上显示来看 我们乍看之下 会觉得它像翻页中 因为它就是时间到就啪啪啪这样换 不过它的壳好像还有 好像可以有活动的零件在上面 对 因为它的可声特别是 它除了时间分针 时间跟分针之外 你按压旁边的时候 按压旁边的按钮 被盖会弹开 然后里面就会可以看到 一边是动力储存 一边是秒针 然后 这就有趣的是 其实它所有的运作 都跟这个秒针有关 因为它里面装的是 它的13.01自动商店机型 然后它主要的结构是因为 它会用秒针去推 秒针在带动的时候 它有类似 恒定动力的机制这样 或者机制就是这样 秒针一直在动 一直在帮它的分钟储存动能 然后同样的分钟再带到时间这样 很清楚 其实介绍完这两支手表 我们都知道的就是 其实手表如果按照 传统的设计思维来看的话 你用传统的方式去制作表壳 或是制作机型 其实相对是比较容易的 但如果说到了现在 在新的电脑跟设备的辅助之下 再加上这些独立制表师 所带来天马行空的创意 就可以让手表长得很不像手表 但是大家要知道 当手表长得不像手表的时候 它其实花的难度是更高 甚至更难 尤其是不仅是从外壳要做改变 甚至连机型都要做改变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所分享的 长得很不像手表的内容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次分享的内容 欢迎在下面留言 同时订阅我们的城邦国际名表频道 同时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